万水千山走遍 夜半渔城 敦煌记 印度西达多太子十九岁时 有感人士生老病死各种痛苦 为了寻求解脱诸苦方法 决定舍弃王族生活 于一日夜间乘马逾越家皮罗未成道深山修道 西达多骑马上 欲者车逆持善随行马后 天人拖着马族飞奔腾空而去 空中飞天一迎面散花 一追逐前进 敦煌莫高窟三七五窟西壁堪南策壁画故事 那么你是后天早晨离开吗 父亲说 我说 是 好 祝你旅途愉快了 父亲又说 我谢了父母 回到自己温暖的小楼来做了一夜 天亮了 再静坐到黄昏 然后慢慢走路去了父母家 咦 我们以为你不再来了 等等 我们看完这个电视剧 父母说 我等了十数分钟 做了一会儿 做了一会儿 那么我走了 我说 好 祝你旅途愉快哦 谢谢 我轻轻说 再深深地看了父母一眼 回家之后 回家之后 将房子上上下下的尘埃全部清除 摸摸 摸摸 摸摸架上书籍 拍松所有彩色靠垫 全部音乐卡带归合 屋顶 屋顶花团 尸上肥料 浇足水 瓦斯总门确定关好 写了几封信贴足游资 这才打开衣柜 将少数衣裳 卷卷紧 放进大背包里去 拿了一本书 不想带着行路金刚精 想想又不带了 离开家的清晨 是一个晴天 我关上房门之前 再看了一眼这缤纷的小屋 轻轻对他说 再见了 我爱你 谢谢 当我亲眼看见那成牌的兵马俑 就立在我面前时 我的心跳得好快 梦境一般的恍惚感 再度成为漩涡 将我慢慢 慢慢 卷进一种奇异的昏眩里去 去年在江南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第二次归去 当国际旅行社的海涛 在嘉域关机场接到我的时候 我笑着跟他握手 彼此到了辛苦 一路上舟车的确紧张 行色匆匆 总也不感觉 人和天有着什么关系 直到进入河西走廊 那壮阔的大西北方才展现了大地的气势 车子到了嘉域关的城关口 海涛说下来拍照 然后再上车开进去 我没有再上车 将东西全部丢在座位上 开始向那寸草不生的荒原奔去 在那接近零度的空气里 生命又开始了他的悸动 灵魂苏醒的滋味 接近喜极而泣 又想尖叫起来 很多年了 自从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 不再感觉自己是一个大地的孩子 苍天的子民 很多人对我说 心嘛 住在极挤的台北市 心宽就好了呀 没有这种功力 对不起 海涛见我大步走向城墙 一步当心又跑了起来 跑过他身边的时候 海涛说 是太冷了吗 不是 很快乐 跑跑就会平静下来的 站在万里长城的城墙上 别人都在看墙 我仰头望天 天地宽宽大大 厚厚实实的将我接纳 风吹过来 吹掉了心中所有的捆绑 我跑到无人的一个角落去 长笑了一下 却吓到了躲在转弯墙边的一对情侣 我们三个人对视了几秒钟 我哥哥笑着往大巴士狂奔而去 没有道歉 趴在窗口等开车的时候 远处纳住手的解放军 三三两两的正在追逐 他们也在跑着玩 我笑了起来 离开了嘉玉关 我的下一站是敦煌 海涛说 休息吧 接着而来的七八小时车程全是戈壁戈壁 就是荒原的意思 荒原的变化是不多的 他的确枯燥 如果你不爱他 车上的人全都安静了 我睁大着眼睛 不舍得放过那流逝在窗外的每一寸风景 脑海中那如同一块狗啃骨头形状的地图 中国甘肃省 又在意识里浮现出来 而我这一回 将这辆行走的巴士和我自己也放进想象的地图中间去 意识里 那种明显的漩涡再度开始旋转 我又不能控制的被卷进了某种不真实的梦境里去 他 这一回掺杂进了那条大黄河的音乐曲调作为背景 鬼魅一般站住了我全部的思绪 虽然外面起了大风暴 我还是悄悄推开了那么一公分的窗框 为着担心坐在我身后的人不喜欢 我回了一下头 我回过身来 将窗子喷一下关了起来 心里惊骇到不能动弹 怎么会是他 我不敢再回头 呆呆地对着窗外 我听见有声音在说 原来你在这儿 这原是两个人的位子 却是我一个人给做了 当然是我自己在对自己说话 又有声音说 去年在姑苏的时候 林妹妹先用一块雪白的厮手帕托人在一场宴会里悄悄送上 等到我上了那条运河从水到去杭州的时候 他左手戴了一只空花的白手套出现在岸边哭的死去活来的颂别 我疑疑惑惑惑惑的再度回头 又看见了那光头的青年 我接触到他那双眼睛 我再度回过身来看着窗外那连绵到天边的电线杆 又听见自己在说同样的话 宝玉 原来你在这儿 这时 昏炫的感觉加重了 我对自己说 不好了 今生被这本书迷得太厉害 这不是发疯了吧 为什么一到中国 看见的人全是他的联想 包括大西北也扯上了宝玉和出家 拿出喷水小壶来 往脸上喷了一些凉水 一时里我发觉我已经站在那个青年人的座位前 我们含笑望着彼此 你从哪里来 他说 兰州 你到哪里去 敦煌 你去敦煌做什么 我住在墨高窟 你在墨高窟做什么 我临摹壁画 你怎么会临摹 我不知道 学的 小时候就会了 我认识你 我也认识你 我笑说 我是谁 你是三毛 我觉得疲倦如同潮水般的淹住了我 又有声音在我心里响起 我以为 你会说 你认识我因为我是你的三姐姐探春 不然 不然 好歹我当年也是你们大官员里的哪一个人 我又对他笑笑 我们就是微微的笑着 后来 我坐回了自己的位子 两三小时 不再讲话 在回首的时候 那个青年拿手掌撑着面颊 鞋躺在座位上 一霎间 宝玉消失了 他不是 小兄弟 看你是一座涅槃像 我笑说 车里的人听我这么说 都开始看他 他闭闭嘴 填散的笑容 如同一朵莲花缓缓开放 你叫什么名字 韦文 1967年出生的 我肯定的说 不是问句 对了 旁边的一位乘客插进来说 那请你也看看我是哪一年生的 没有感应不行的 笑指着韦文 又说 他的生肖是 我心里想得超出了十二生肖 我心里说 他是蝉杵 我是青蛙 韦文突然说 我深深的看了韦文一眼 一笑 走了 那个傍晚 我们抵达了敦煌室 我将简单的行李往旅馆房间里一丢 跑下楼去吃了一顿魂不守舍的晚饭 这就往街上走去 海涛说 今晚起大风 可惜没得夜市了 三毛夹件衣服 任好路回来 没事 这句没事在大陆非常好用 无星无月的夜晚 凛冽的风 吹刮着一排排没有叶子的白杨树 街上空空荡荡 偶尔几辆脚踏车竟悄悄划过身边 行人匆匆赶路 商店敞开着 没有顾客 广场中心一座飞天 雕像好似正要破空而去 我大步在街道上行走 走到后来忍不住 跑到街道中间去 是走了一段没有来车 整条长长的路 属于我一个人 我觉得很不习惯 又自动回到人行道上来 另一个旅者 背着他的背包 戴着口罩与我擦肩而过 这时我看见有旅社外边写着 住宿三元 一时里 我的思绪又把正在走路的自己 给加进了那几本放在台北家中 书架上的敦煌宗教艺术 的书籍里去浑成一团 天是那么的寒冷 我被冻在一种冷冷的清醒里面 这时候经过一家大商场 想起来这一路过来都是用手指梳头的 进去买一把梳子倒也很好 我一个一个的柜台看过去 对于那些乡土气息的大花堂子 悲婉起了爱恋之心 可是没有碰触他们 付完了梳子钱 我说 同志 你没有找我钱 那位同志叫喊起来 我明明找给你了 我打开腰包再看 灵钱就在里面 那时候 隔壁一个柜台在放录音带 他们把扩音机放得震天架响 我听见罗大佑的炼区1990 在大西北之夜里愁愁畅畅的唱着 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圈鸟已归时 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一幅巨大的标语在路灯下高悬效法雷锋精神 我进入了另一种时空混乱的恍惚和不能明白 梦又开始哗哗的慢慢旋转起来 就在那个油箱的旁边 我又看到了他 我说 今天是1989年几月几日 伟文看着我手中拿着的小录音机 轻轻摇头说 三毛 你怎么了 我呕了一声 没有做什么解释 笑起来了 伟文和我完全沉默地开始大街小巷地走着 风 在这个无声的城市里流浪 夜市如此的荒凉 我好似正被刀片轻轻搁着 一刀一刀带些微疼地划过心头 我知道这开始了另一种爱情对于大西北的土地 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 亲爱的朋友 我走了 当我在敦煌墨高窟面对飞天 的时候 会想念你 谢谢多年来真挚的友情 再见的时候 我将不再是以前的我了 爱你的朋友三毛 离开台湾之前 我把三五封这样的信件 投进了邮箱 又附上1990年4月4日拍摄的照片 清楚著名日期 然后走进了后机室 一路上 其实不很在意经过了什么地方又什么地方 只有在兰州飘雪的深夜里看到黄河的时候 心里喊了他一声母亲 那一夜我没有合过眼 敦煌的夜晚 在旅馆客厅里跟海涛 韦文 一些又加进来的国内朋友做了一会儿 我变得沉静 海涛几次目视我 悄悄对我说 三毛 去睡 我欠然的站起来到了晚安 韦文叫住我 举起了我一摞在沙发上的小背包 我笑着摇摇头说 不行 太累了 其实我正在紧张 潜意识里相当的紧张 明天 就是面对墨高窟那些千年洞穴和壁画的日子 我的生命 走到这里 已经接近尽头 不知道日后还有什么权利要求更多 那一夜 我独自在房间里 对着一件全新的毛线衣食绿色 那种壁画上的绿 静静的发愣 天 就这么亮了 我又看见了海涛和韦文 在升起朝阳的清晨 早上好 我笑着打招呼 你完全变了一个人 韦文说 我笑着掠了一下梳洗清洁的头发 束束外套的领子 说 过了今天 还会再有更大的变化 那时候广场上有人陆陆续续上来请求一起拍照 我把海涛一拉 说 来 我们来拍照 我将他拉开了人群 小声说 海涛 我要跟你打商量 今天 是我的大日子 一会儿这一车的人到了墨高窟 你负责他们参观的事情 我会一下子就不见了 你不要找我也不要担心我不回市区里来吃中饭 到了黄昏 我自会找到你的车子回来 放心 这时候三五个人过来问我 三毛 兵马俑和墨高窟比起来你怎么想呢 古迹属于主观的喜爱 不必比的 严格说来 我认为 那是帝王的兵马俑 这是民间的墨高窟 前者是个人欲望和野心的完成 后者满含着人类对于苍天谦卑的祈福 许愿和感恩 敦煌墨高窟连绵兴建了接近一千年 自从前秦福间建元二年 也就是公元366年开始 我突然发觉在听我讲话的全是甘肃本地人 这一下红了脸 停住了 其实 讲的都是历史和道理 那真正的神秘感应 不在墨高窟 自己本身灵魂深处的密码 才是开启他的钥匙 在我们往敦煌市东南方明 跟参观的人隔开 我没有功力浑在人群里面对壁画和彩速 还没有完全走到这一步 求求你了 今天 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我又说 当那墨高窟连绵的洞穴出现在车窗玻璃上时 一阵眼热 哭了 海涛宣布停车照相的时候 我站在结冰的河岸边 白杨树林的哭之下 举起相机拍了的不是那些洞穴 当那西北姑娘 研究所里工作的小马马玉红 为我把第一扇洞穴的门轻轻打开时 我迟疑了几秒钟 要我为你讲解吗 小马亲切地问 我持续看过很多年有关墨高窟的书 还有图片 韦文拉了他一下 我慢慢走进去 把门和阳光都合在外面了 我静静站在黑暗中 我深呼吸 再呼吸 再呼吸 我打开了手电棒 昏黄的光圈下 出现了环绕七佛的飞天 五月 天龙八部 邪式眷属 我看到了画中灯火辉煌 歌舞平仙 繁华生平 管弦思竹 保持荡漾壁画开始流转起来 视线里出现了另一组好比幻灯片打在墙上的交叠画面 一个穿着绿色学生制服的女孩正坐在床沿自杀 她左腕和睡袍上的鲜血 叠到壁画上的人伸上去 那个少女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并没有死 她的一生电影一般在墙上流过 紧紧交缠在画中那个繁华似锦的世界中 最后她们流到我身上来 满布了我白色的外套 我吓得吸了光 我没有病 我对自己说 心理学的书上讲过 人 碰到极大冲击的时候 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的一生 从头算起在这世界上 当我面对这巨大而神秘属于我的生命密码时 这种强烈反应是自然的 我菩佛在弥勒菩萨巨大的塑像前 对菩萨说 敦煌百姓在古老的传说和信仰里 认为 只有住在兜绿天宫里的你下生人间 天下才能太平 是不是 我仰望菩萨的面容 用不着手电筒了 菩萨脸上大放光明灿烂 眼神无比慈爱 我感应到菩萨将左手移到我的头上来轻轻抚过 菩萨微笑 问 你哭什么 苦海无边 菩萨又说 你悟了吗 我不能回答 一时间热泪狂流出来 我在弥勒菩萨的脚下哀哀痛哭不肯起身 又听见说 不肯走 就来吧 好 这时候 心里的尘埃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我跪在光光亮亮的洞里 再没有了激动的情绪 多久的时间过去了 我不知道 请菩萨安排 感动研究所 让我留下来做一个扫洞子的人 菩萨叹了口气 不在这里 你去人群里再过过 不要拒绝他们 放心放心 再有你回来的时候 我幼夫做了一会儿 菩萨说 来了就好 现在去吧 我和小马 韦文站在栏杆边边上说着闲话 三个人 透着一片亲爱祥和 韦文 为什么我看过的这些洞子里 只有那尊弥勒菩萨的洞顶开了天窗 这样不是风化的更快了吗 菩萨的脸又为什么只有这一尊是白瓷烧的呢 韦文说 没有天窗 不是瓷的 可是我明明没有举手电棒 那时候根本是小马在外边 替我拿着电棒的 有明显的强光直射下来 看得清清楚楚 韦文看着我 说 我一掉头 开始去追其他的参观者 我拦住一个 我拦住一个 问他弥勒菩萨是什么样子 我听了 不相信 又拦住了两个人追问 他们一致说 太高了 里边暗暗的 看不清楚什么 我腿软 坐了下来 不能够讲一句话 一群人等在栏杆外大树下 叫喊 三毛 下来让我们合照呀 可以绕这边走 再躲一下 累不累 不累 不让人久等 我们过去吧 当我在空无一人的柏油路面上 踩着白杨树影行走的时候 海涛带队的大巴士由后面开过来 突然刹车了 台湾同胞蔡建夫从车上双手递下来两本由他注印的经书 说 三毛 前人藏经在莫高窟 我们要把这份工作再延续下去 接好了 你一会儿代表交给敦煌研究所了 我在阳光下打开了一本大红封面的经书 赫然发现那一段正在发愿 愿在来生一愿如何 二愿如何 三愿如何 我看到书中第八愿的时候 尾文匆匆跑上来 我将经书一合 走了 去我们所里吃中饭 哎 那一路 我对自己说 这又是一次再生的灵魂了 不必等待那肉身的消亡 那第九个愿其实我已看到了半段 尾文恰好上来将我组住 那么就在今生自自然然去实践前面的几个发愿心也是好的 跟尾文在食堂里吃过了中饭 研究所里的女孩子们请我去他们宿舍里去坐坐 我满行感激地答应了 往宿舍去的小路上 一个工作人员跑上来拦住了我 好大声地说 三毛 我得谢谢你 当初我媳妇儿嫌我收入不高又在这么远离人烟的地方工作 不肯答应我的求婚 后来他看了你的书 受到了感动 就嫁给我了 现在呀 胖儿子都有了 谢谢你大媒 我握住这个人的双手 眼里充满了笑意 远离人烟吗 真的 就我们所里这一百多人住在这里 一星期嘛 有车进一次城 冬天游客不来了 更是安静 一个会讲德语的女孩子说 她是接待员 想离开吗 我靠在床上问他们 想过 真走到外边而去 又想回来 这是魔鬼哭 我爱他又恨他 就是离不开他 有没有讲西班牙文的接待员 我问 什么文都有 就少西班牙文人才 我心跳得好快 把手去揉胸口 累了 三毛睡一下 我摇摇头 说 明天要去 吐鲁番了 舍不得 女孩子们说 那就留下来了 我把衣袖蒙住了眼睛 说 现在得去 没有办法 黄昏了 我们在墨高窟外面 大泉河畔那成千的 白杨树林里慢慢的走 尾文不说什么话 包括下午我们再进了一个洞 爬架子 爬到高台上去看他的临摹 他都不大讲话 我们实在不必说什么 感应就好了 那边一个山坡 我们爬上去 我其实累了 可是想 尾文不可能不明白我身体的状况 他想带我去的地方 必然是有着寒意的 我们一步一步往那黄土高地上走去 夕阳照着坡上坐着的三个蓝衣老婆婆 他们口中吟唱着反复而平常的调子 那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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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唱着一面用手拍打着膝盖 那泛音 在风中陪着我一步一步上升 经过老太太们时 尾文说 距离这里四十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佛寺 老太太们背着面粉口袋 走路去 要好几天才回得来 他们在寺里自己活面吃 我听着听着 就听见好像是老太太在说 好了 好了 来了 来了 山坡的顶上 三座荒坟 那望下去呀 沙漠汉海终于如湿如画如气如素 一般地在我脚下展开 直到天的终极 哦回家了 就是这里了 尾文直指三座沙堆做成的坟 只用土砖瓶压着四周的坟 说 这是贡献了一生给墨高窟的老先生们 他们生 在研究所里 死了也不回原集 在这里睡下了 又说 清明节刚过 我们来给他们上坟呢 一个被风弄破了的纸花圈 在凉凉的大气里 啪啪的吹打着 明亮的大红 橘黄 雪白是这片沙地上特别寂寞的颜色 尾文 你也留在这里一辈子 临摹下来的壁画怎么保存呢 库存起来 有一天 洞子被封化了 还有我们的记录 喜欢这个工作吗 爱 上洞子多少年了 五年 将来你也睡在这儿 夕阳染红了这一大片无边无际的沙漠 我对尾文说 要是有那么一天 我活着不能回来 灰也是要回来的 尾文 记住了 这也是我买骨的地方 到时候你得帮帮忙 不管你怎么回来 我都一样等你 好 是时候了 我站起来 我站起来 再看了一眼那片我新的归宿 说 你陪我搭车回敦煌室去了 小马 再见了 墨高窟的一扇扇门 是你亲手为我打开 我会永远记得感激你 我紧紧地拥抱着小马 一撒手 大步走去 不敢回头 海涛问我这墨高窟的一日过得如何 我点点头 一笑 上车了 尾文一路跟车子送到敦煌室 他手里一个袋子也没有的 卷着一团布 也不知做什么 我跑回敦煌室的旅馆里 快快脱下了那件V字领的毛线衣 放在一个小包包里面 尾文 快 今晚有夜市 我们去坐露天茶馆吃小摊子 我接近欢乐的叫喊起来 吃摊子吗 不然呢 吃饭店多么辜负了地方风味 我半躺在露天茶座上 用厚外套盖住自己 今天没有风暴 满街的人们 不挤得一种活泼 将这敦煌衬衬的另是一番流利风情 夜来了 我得回旅馆 而我实在舍不得 你是从壁画上下来接我的对不对 我又问一遍尾文 他开玩笑的说 不过 你不是佛 你是一种恩弟子 这是我的感觉 尾文直指乍一下亮起来的霓虹灯 说 看灯 哦 很好看 我赞叹着人间灯火 受到了很真切的感觉 而那广场中间白色的塑雕飞天 依旧捂出了他那飞上天去的姿势 这不过是塑像罢了 真的他 早就飞来飞去了 我直指广场中心 向伟文笑笑 这时 台湾来的同胞向我叫过来 他们也在街上 三毛 我们去跳舞 来嘛来嘛 我们去跳disco 耶耶耶 一个宝贝蹲在我座位旁边扭来扭去 我笑着把他们挥挥走 亲爱的趴一下轻打了那个台湾青年的头 整条街上又饱满了这样在唱着的歌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 我仍旧在想为什么那个弥勒大佛在我眼中变成白瓷面孔 又在想那照明给我看的光束为何别人都没有看见的问题 测过去看看尾文 他手里卷着的那包布料轻描淡写的递了过来 我突然发觉 尾文像极了他正在临摹壁画的洞子 那位站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身边的大弟子阿南 这是我很爱的一件衣服 还有一本有关敦煌的书 几套敦煌壁画的明信片 你带去了做个纪念 我慢慢打开了那块灰色的布料一件小和尚的僧衣 对筋开的 在我手里展开 我喜欢 谢谢你 我的手俯过柔软棉布的质地 抬眼看了一下穷仓 天边几颗小星星疏疏落落地挂了上来 明天我要走了 我轻轻说 以后的路 一时也不能说 我说 我们留地址吗 都一样 我也是这么想 我又说 我看一本书上说 我们甘肃省有一种世界上唯一的特产 叫做苦水玫瑰 它的抗逆性特别强韧 香气也饱含富裕 你回去 告诉所里的女孩子 她们就是 知道了 年纪轻轻的 天天在洞子里面面壁 伟文 我叫做这是你的事业 不是企业 我们知道做事情和赚钱有时候是两回事的 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看法 谢谢你们为敦煌所做的事情 也谢谢你给我这两天的日子 我给你讲个故事 就散了 我开始说 我开始说 很久以前 一个法国飞机师架着飞机 因为故障 破降在撒哈拉沙漠里去 头一天晚上 飞机师 飞机师比一个漂流在大海木筏上面的遇难者还要孤单 当天刚破晓的时候 他被一种奇异的小孩声音叫醒 那声音说请你 给我画一只绵羊 伟文很专心很专心的听起小王子的故事来 很多年以后 如果你偶尔想起了消失的我 我也偶然想起了你 伟文 我们去看星星 你会发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你笑 好像铃铛一样 记住我选的地方了 那个瞭望沙漠的小坡 记得 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站住了 旅馆在我的背后 我拿出放着绿色毛衣的口袋来 紧了一紧伟文送给我的衣服 伟文 恰好我要给你的纪念 也是一件衣服 现在我把我的颜色 亲手交给你了 好 我收下 天是那么的黑 因为没有月亮 我看见伟文的一双眼睛 韩星一样看住了憔悴的我 我知道 我们再也不会也不必联络了 我再看了 我再看了韦文最后一眼 她的身后 那迪斯科的霓虹灯和飞天 同时存在着 一前一后 韦文抿了抿嘴唇 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我转身 慢慢 慢慢往天边的几颗星星走上去 口袋里那把旅馆钥匙 被我轻轻握在掌心中 慢慢 完成车 继续